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雙翼回合的比賽 這個Apple是真的分兵出去 結果太深入敵境 對 其實那個時間 我覺得DS有個換算很好 就是它只有四台醫療艇 對 它果斷把所有兵再去投 然後它的前面部隊 雖然沒有醫療艇 可是反正前面就是打一個拉扯 結果剛好Apple真的中招 算是部隊量分兵是回家是比較少 剛好就是少了回家 結果對方還空的比較多 導致其實就很難守 就這樣 前面部隊又被射肉出去 然後後來這邊其實 這樣子換起來已經到很虧了 對 那後來持續這樣打下來 我們看到這邊 意圖再做一個轉兵 但是也來不及了 那這邊就已經在最後 我們看到礦又被打掉 所以就是在整個的 分兵的對抗的部分 變成是Apple都是一少打多了 對 再加上多的都不會往外走 對 後來死在半路 那個其實是個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不應該 那些部隊不應該追 像很奇怪的地方去被殺的 是 好 那現在第三回合的比賽 代軍的雄隊是由戰神Go 夜幫燕選手出馬 他是三勝三敗 五成的勝率 對上Nifi 本季有輸過一場零勝一敗 那Nifi的戰績呢 也是五成勝率 對兩位選手來說 這一戰都是五成勝率的保衛戰 Nifi是六勝六敗 只不過呢 Go目前是二連勝 Nifi是三連敗 那Nifi呢 電競生涯最長是四連敗 他跟DS呢 就面臨同樣的一個狀況 這一場要是輸 就要平 他的最長連敗了 地圖則是斷葬之谷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這個 十一點鐘方向呢 這是橘子熊的Go 是藍色喔 藍色的神主 然後再來到五點鐘方向呢 這是 就是懷疑戴著的Nifi 是紅色 紅色的神主 那Go呢 葉邦彥選手 在目前是一個二連勝 他贏了灰 又贏了DS 然後他個人最長連勝是四連勝 有過兩次 電競四年跟五年各一次 現在是二連勝 最長是四連勝 那Nifi呢 則是三連敗了 而且最近的五場是一勝四敗 不過他那一勝就是贏了Go 最近的五場是先輸給了軟球 然後贏了Go 然後輸給了Set 輸給了灰 這個禮拜五輸給了軟球 Bo 所以說是三連敗 他在電競四年有過三次 最長的就是四連敗而已啦 那現在是三連敗 神大神啊 那一次的這個本季啦 這兩位選手的交手啊 國際的助記是這個巨像大戰 兩次邊都出一大堆巨像 互將射來射去這樣 最後是Nifi獲勝 打敗了Go 不過呢還記得嗎 在上個賽季的台灣Open年度 這個爭奪年度總冠軍的比賽 Go不是拿到了MVP嗎 對 那他是先贏了Fly 輸給了BS 最後賽末點 覺得很有把握了 站起來 然後又不放心又去摸一下 對手就是Nifi 對手就是Nifi 哇 手被你還記得齁 對我還記得 印象非常非常深 我還記得那場的戰賽 對還是 所以 我還以為你已經有初老症狀 沒有 你剛剛講的那場Go 對Nifi上一場的比賽我也記得 我也有印象是 巨像大戰 是Ohana 我還記得Go去推就沒推起來 我記憶力不是開玩笑的 是是是 真是深感折服啊 是 你每一個都叫寶貝都沒事 記憶力不是開玩笑 所以這兩個選手過去的交手 在 手被都如數家陣 特別就是那個總冠軍賽的賽末點 就是由Go打敗Nifi 對 現在1比雙方評審 取決這一場 這邊我們看到 Nifi是選擇不偵察的一個開局 那有點 算是有點大膽 不過應該是他有信心 那Go這邊我看到對方家 好 現在出門了 不偵察 就是一開始多一支探測機 可以多採一些礦 對 就會稍微比較有一點點錢 多一點 多個大概一兩百塊 那家裡面放到機械製造廠 而Go這邊則是 已經來到了一個雙兵營 Nifi這個其實算是滿大膽的 他是想說對方不可能打4BG 對 好 這邊共一選擇了目光一會 神大神了 4BG 這位觀眾4BG好像已經退流行 對 已經算是比較少見了 那這一場Nifi算是比較大膽 不過應該前面還是現在也到了 前面也去看一下對方家中 記得 新海元年的時候真的神大神 你不4BG 你就會被別人4BG 所以你也不得不4BG 對 而且那時候神族特別多了 對 被看到之後直接炸掉 好 這一個 Go這邊算是 算是有 也滿有想法 不過其實算是 這樣的話科技會稍微delay一點 對 那當然就是 換得了就是不會被對方克死 對 算是當機立斷了啦 因為 取消也會損失一點金礦 手續費會被修走 對 瓦斯也會損失 尤其是那個也是一號瓦斯 那這邊的話 Nifi因為剛剛偵查到 所以趕快趕工不朽 因為剛剛那個偵查看到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算是閃追的一個快攻 對 那後來做一個轉變 那現在就看 房下了 惡礦的是Go 對 狗先下了惡礦 Nifi這邊 Nifi這邊 因為剛剛看到很害怕 所以不敢出觀察證 對 因為他先出不朽 而且他一次出兩隻不朽 才敢出觀察證 所以這邊就變得說 Nifi就會變得有點被動 對 有這麼害怕 對 其實是真的有點害怕 對 因為你會擔心這個 對方用操作吃掉你的兵 對 你容錯力很低 如果你可以失誤的話 甚至可能導致你 掉了一隻不朽 你可能就直接就爆炸了 那這邊趕快放在這裡 比較穩 那當然慢了一點 二方慢一點不過沒關係 那現在Go 已經生出了鳳凰戰機了 對 那數量並不多 兩隻 對 應該會再續一點 應該是iPhone2而已 對 iPhone2 他在趕工 應該要到iPhone5才會出門 應該是4 4就可以了 對 比較常見的是4隻 對 好 提出第三隻 他三隻就要走了 好 三隻 iPhone所以就很好用了 出門了 可能是因為 他可能也是趕著先去對方家中看一下 因為現在自己的偵察就會封死 這個水晶是NIFI的喔 對 藏在一些角落 不過 這其實這些水晶 就只是方便自己再做一些 就是再做一些偵察 或是一些 如果要做騷擾的時候 那這邊還來看 好 鳳凰戰機來了 要舉人 不要抬擊我 舉起來打 先點哨兵 他因為追劣數量不夠 對 所以這邊三隻是被殺光 那這樣開局有點賺 第四隻也來了 對 不朽表示 我在下面不知道要幹嘛用 對 現在這邊 對於NIFI來講 就會變得很被動 他工兵被舉 被舉 能量 放我下來 放下來 好 那這樣的話 這NIFI在開局就先有一個被動 那現在 GO這邊是很開心 一直補工兵 一直補工兵 工兵領先隊有七隻啦 十隻 十隻了 36對26 不過現在 十隻 對 哇 這邊 雖然鳳凰真的也很開心 不到五隻 對 NIFI這邊要不要趕快放目光一會 這個 這個目前沒有啊 他沒有要放目光一會 難道是要直接做一個反打嗎 這 對 多了追劣 沒點掉 原來就多了 六隻鳳王 哇 殺了九隻的探測機了 對 已經殺了九隻 而且現在他回去續能量 過不了 等一下下次再過來 又可以再殺你六隻 所以NIFI的追劣 對空的追劣 應該要補一些出來 對 不然的話一直被鳳凰 在那邊肆虐 一直抬舉起來 舉起來打 對 重點是 他還是沒有放下目光 因為是覺得自己瓦斯不夠多嗎 這個 還是沒有 一些鳳凰戰機越來越多 暢行無阻 對 因為現在這個部隊 對 NIFI這個部隊也沒有 也沒有 算是也沒有一個機動性 所以他也不敢做一個 算是也不敢做一個進攻 所以家裡面 現在只能被動的做防守 那 那GO如果 基本上他這邊防守 GO這邊真的很開心 因為GO這邊工兵 是一直補一直補 現在還是領先對手 對 好像不用錢一樣 那一直補 對 現在包括人口單位數 GO那邊都是85對75 領先10個人口單位數 對 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到 GO剛剛那個炸掉 那個選球是正確 對 他炸掉剛好又 NIFI這邊又是想說 因為NIFI是有看到 已經眼見為平嘛 所以NIFI就會覺得 對方一定是 結果沒想到 這個對方的這個戰術 所以就補了三隻 好像現在沒有用的 沒有錄用的不朽出來 對 在那邊多補了不朽 導致追劣的數量太少 所以到那邊真的是 沒有錄用 我本來就說沒有錄用 很氣 但是他沒辦法 明明哥有但不朽 結果 對 無英雄無用武之地 照理來講應該要很微的 對啊 更有三不朽 真的無三... 無沒有錄用 沒有... 英雄無用武之地啦 這邊兩邊都要出巨像了 兩邊都來到 我記得兩邊應該都是 兩個機械製造廠了 對 兩邊都是兩個機械製造廠 在趕工巨像 不過現在人口單位數 越拉越開了 差了二十個單位了 對 不過這邊其實 NIFI的工兵算是慢慢補起來 那這邊其實就看GO 因為擁有一個經濟優勢的 主動權的在GO這邊 看GO這邊什麼時候要做進攻 或是要先開框也可以 是看GO想不想早點回家 不過他這個 還是要升科技啊什麼的 對 我發現GO這邊剛剛 GO這邊是停工兵的 GO已經停工兵了 其實這個停工兵的時間也有點早 感覺他想直接做進攻嗎 也沒有 好 這邊NIFI繼續補兵力 我看到機械跑出來了 人口也慢慢拉回來了 其實現在這邊 兩邊的兵力比算是差不了多少 好 等一下 我們來看 原來是巨像的吸管 很威的東西 還有沒有變長 有沒有升射程 射程兩邊都正在提 正在提當中 對 兩邊都正在提 對 我記得NIFI本季有一次 巨像打著打著發現字有點短 對 你升射程 這非常尷尬 對啊 還有閃錐沒升 對啊 對啊 那其實都是按 他以為自己有按到 對 有時候要多留 因為你可能真的有按 可是那時候錢不夠 他就會沒事 對 他不會變成 排成說 當你有錢 他自動網站不會 不能預約好 對 不能預約 對 你現在沒錢 他就跟你講不好意思沒錢 等你有錢再來 不過現在的人口數 快要30個單位的差距了 對 人口數這邊 其實有越差越大 我這邊再看一下 再留一下 NIFI這邊 到底他的這個 人口的比例分配是什麼 對 差在比較多的是狂戰士 全部都差狂戰士 這邊不朽三隻比三隻 就像四隻比四隻 對 那狂戰士是16隻比一隻 這個是 Go這邊有16隻狂戰士 那這裡的話是 NIFI是比較多的 十隻 因為要防這個 所以帶了十隻 對 那 狂戰士 殺了22隻的探車機 對 殺了22隻 22比0 對 那工兵這邊的話 現在雙方的工兵是 47比49 有慢慢拉回來 然後現在差不多 但是就表示 NIFI多花了1000多塊 在攻擊上 是 沒錯 哇 那這邊Go決定開三框 對 那Go這邊也是先開三框 而NIFI這邊要做進攻嗎 感覺從旁邊溜過來 對 這是NIFI的巨像 不朽終於可以派槍用場了 表示非常興奮 開槍到現在過了10 對啊 他已經被伸出來很久了 對 都沒有什麼 但是這一波要打贏對手很難 因為張地圖的三框和二框 是非常非常好守的 尤其是你又可以 就是入口就在旁邊 所以現在這一波的進攻 我個人是覺得很難 你確定了 對 對 對 有點難 應該很難 不可能 他沒有 他沒有人進這個回合 是 是 是 我先去一下攻防 好 OK 沒問題 兩邊都是一攻零防 好 可以 好 有 這一個被抓一個陣型 好 這個沒問題 守住了 我就說吧 我就說吧 好 這邊要直接反打 觀眾朋友來 不朽這邊慢慢地趕上來了 這邊 鳳凰要幫忙抬嗎 對 抬起不朽 抬不朽 對 不朽被抬起來表示 因為巨象 最近剛好死光 這邊只能被推平了 然後推 陣神夠有六隻巨象 對 我們團體再來 再來 我們看到這個鳳凰在後面 還可以協助做一個輸出 剛剛後面還有兩隻不朽 好像死掉了 還在打 還在打 哇 夠好 來打扒人家頭 打掉一個巨象 對 不過這邊我們看到數量 還是 GO這邊是領先 我們看到這個操作 GO這邊操作不錯 就陣型拉得不錯 那NIFI意圖要拉單 就是因為數量差太多了 真的喔 對 這邊要直接被推平了 啊 NIFI打出了GG 所以這一個回合是由橘子熊隊的購獲勝 NIFI吞下了四連敗 平了他最長的連敗紀錄了 平了他最長的連敗紀錄了 而且橘子熊隊2比1 現在停牌